郭文貴議員 蔣部長 我要先請教三位 今天本期要討論的是少子化的議題 那請問三位 少子化的議題 三位誰主管 少子化這個議題 誰是主管機關 總體的人力規劃是由國發會負責 個別的計畫執行分別由內政部跟衛福部在執行 好 那內政部要負責哪些事情 內政部是在整個當作一個平台 他這個有關在人力的這個部分 他的一些指標我們有一個負責最終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是包括因為少子化以後 包括高齡化以及移民的現象 我們相關的配套措施 好 那衛福部能負責哪些部分 衛福部負責的應該是從 鼓勵生育 從懷孕到生下孩子 相關嬰幼兒的這個照顧 相關的福利從這邊來出發來鼓勵 來解決少子化的問題 現在行政院有所有人口政策匯報對不對 從101年到現在總共有開過幾次會 你們知道嗎 詳細的數字我不記得 因為 政策匯報大概半年左右是由院長或副院長主持 那你們三位有參加過嗎 有參加過任何一次嗎 過去在其他職務任內有參加過 都有參加過 那你們認為人口政策匯報有沒有達到 我們想要達到的功能 對於我們現在面對少子化的問題 我們每半年才開一次有沒有達到一些具體的功能 人口政策匯報是針對於整個人口的長期規劃 以及相關的這個針對人口問題呢 各部會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案 做一個整體性的政策決定 決定之後呢就會由相關部會來進行執行 那麼執行完之後呢會由這個國發會來進行管考 那杜主委你覺得到目前為止 你認為這個人口政策匯報是有成效的嗎 成效很著著嗎 我覺得第一個我們先讓這個全國了解到 我們整個人口跟人力的發展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必須要做一個政策決定點 因為從今年開始我們的工作人力會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配套 包括了這個家庭的友善環境 工作的友善環境 以及這個增加人口的這個 從無論是從喬外生或從其他的國家的增加 這些各方面的政策做了一個決定 而且都從去年開始呢都已經陸續在執行 你認為有陸續在執行是不是 因為我看到你們最近喔 就是這個PPT上面有喔 你們提出來的整個人口政策的綱領裡面 老實說我看了還蠻失望的 因為有一部分你們是針對現有的人力 你們覺得勞動力下降 你們一直往這個方向在想 應該要怎麼因應 但是從這個源頭 我們現在出生率這麼低 然後出生人口數少 但是你們在這上面沒有提出 任何你們的具體的想法跟做法 完全沒有 我不曉得是你們作業上面的疏失呢 還是大家這種集體的思考當中已經放棄了 我們不想再去刺激所謂的生育率 不想再去提高生育率了 完全沒有看到 也不是因為委員的這張圖表呢 有一塊沒有特別去提到 就是有關我們講友善家庭的部分 如何讓這個年輕朋友們願意結婚 願意生子 然後呢讓他能夠有足夠的家庭照護 以及老年人照護部分 這個是有另外一個領域在做 他是分三大大領域 是誰在做 是分別 在計畫裡面會主要是由 由衛福部跟內政部 比如說讓青年人 好你說衛福部跟內政部 好 那這個陳部長你們負責哪個負責 我們在這部分譬如說 像對於孩子的家庭 將來在住宅方面 我們在這個他 有優先嗎 有優先他的加分 我沒有看到你們 我沒有看到你們的任何具體的政策 他在排隊的時候 譬如說大家同樣在競爭的時候 他是可以加分的 你們有具體形成政策嗎 是 那為什麼本席都沒有看到 是叫做什麼樣的政策名字 就是說像租金補貼 譬如說你要申請租金補貼 那這個因為過去像我們只有兩萬 兩萬個名額 那麼其實有需要申請的 所以你認為你們是有政策的嗎 對 那衛福部呢 有新的什麼政策嗎 我想衛福部在 在這方面其實是在做一些宣導 希望能夠鼓勵 而且強調婚姻跟家庭的這個價值 從這邊去出發 好 待會本席會一一 就你們剛剛提到面向 來請教你們 那三位先請回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我們這個毛院長 然後同時我們邀請 邀請公平會的吳主委 財政部的張部長 經濟部的鄧部長 經濟部的鄧部長 公平會 吳主委 財政部的張部長 黃文維好 院長好 院長我覺得你上任以來喔 經濟部 你一直在強調說你是蠻實事求是的 你會很認真的去面對問題 然後想出一些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覺得這麼務實的一個做法 本期是非常肯定的 謝謝 所以接下來我就要提出很務實的問題喔 因為剛剛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主要就是少子話 第一件事情我覺得 在最廣大的爸爸媽媽心目當中 很看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 嬰幼兒奶粉 可不可以全面動漲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最近這幾年來 已經困擾我們這些年輕爸媽 非常久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到 從101年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們奶粉的價格一直是向上攀升的 那在去年的時候 曾經針對這個奶粉開罐價的問題 我覺得當時院長做得很好 本期在委員會裡面也強力主張 這件事情不可以是透過法令 再去禁止這個開罐價 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事情喔 這跟不入不育是完全兩件事情 但是我們還是要解決長期的問題 就是說奶粉的價格 這麼的居高不下 而且今年很多爸媽心中的疑慮是 會不會還要再漲 如果我們看到過去 這一種漲價的一個趨勢的話 它大概每隔一段時間 一年大概有兩次調漲的時間點 當然最近我也看到 事實上行政院是有做一些動作的 所以原本大概預計在過完年後 這一波奶粉價格 大概又蠢蠢欲動想要漲起來了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一個好的現象是 它並沒有漲 所以本期今天要要求院長還有這個相關部會首長 要具體去達成的目標是 今年你們可不可以做到 在嬰幼兒奶粉的價格的部分 可以透過你們任何的行政的工具跟手段跟方法 抑制它不要再向上漲 這一點做不做得到 我們先問公平會的主委 公平會這邊當然我們沒有權限 直接去命令它做什麼樣的定價 我們的職權是查查他們有沒有透過聯合行為等等 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的方法去影響市場價格 那這個部分我們 包括嬰兒奶粉 車人奶粉我們都有立案調查 持續在監控它的價格 也告訴業者我們在嚴格的監控它 請你不要用 扭曲市場競爭的方式去定價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一直都很嚴格在監控 如果我們掌握任何它違法的證據的話 我們一定言語懲罰 那你們今年是不是可以加強力道 事實上公平會你們的這個公權力 你們出招的話 我相信業者他是會有所顧忌的 所以你越是盯著他看的時候 我相信他是越不敢輕易的去漲價 所以你今年可不可以把這個列為 是你們應有奶粉的這個價格 作為你們很重要的 去盯住它的價格的一個 你的重要目標 是 跟委員報告 嬰兒奶粉其實也包括成人奶粉 一直都是我們 非常重視的一個品項 因為我們知道 尤其是嬰兒奶粉是嬰兒必須要 對 也是他維生的重要的物品 跟成人奶粉是不一樣的 這部分我們一直都是我們調查的重點 我希望你今年可以加強你的行政的力道 另外一個我們要問是財政部 張部長 事實上你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當然不一定是要用 但是我發現之前你們在調控物價 最後的一個手段就是在你這邊 你知道是什麼工具 我們就加強查稅 事實上我們有查過幾個嬰兒奶粉廠都查過 他們如果是老實繳稅沒有陶肉稅 這個效果就不大了 但是我們有查它的利潤率到底有沒有偏高 現在看一下這個圖表 事實上我發現他們的利潤都還不低 我們看到其中一個這個藍色的是它的成本價 進口成本價 所以它進口成本價 它進口成本價大概只調了 我看一下這個圖 它成本價調50的時候 它的末端售價就可以漲到150 你知道 所以業者怎麼樣 它其實都想要賺 它的利潤一點點都不可以打折扣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你們要發揮你們的公權力 是 我們查它的進口的成本 查它的售價 查它的利潤率 查它的繳稅情況 這些都沒有問題 那這些動作呢 也有受到一點效果 因為在財委會的時候 也有一些委員他很關心 所以業者他也有 他漲價的動作也有收斂一些 好 我希望今年你這一些 所有可以用的工具繼續好不好 我們真的不希望 這個價格再漲上去 一貫難的人就破千元了 我覺得這些爸媽是會受不了的 那經濟部 鄧部長 你這邊 那個包委員 我想經濟部的政策工具 大概是兩項最比較重要的 一個就是資訊把它公開透明 第二個就是我們持續的都有在注意 而且呢 也有適當的一個溝通的管道 我們過去也用過 就是都跟他們溝通啊 宣導啊 希望他們在 除非外在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動 不然的話 那個就是 漲價漲得太多的話 對於消費者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我們大概這兩樣加強去做 好 所以這個院長 聽完這三位部長他們的回應 你是不是有信心 今年面對這個應有奶粉的價格 在您任內 你是不是可以去想辦法 統合各部會的力量 讓它價格不要再往上飄了 可以做得到嗎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個奶粉這個項目當然非常重要 我們也會盡我們的努力 把這個價格維持一個穩定 不過它的客觀形式就是 我們所有的奶粉通通是進口的 而這兩年國際的奶粉價 事實上是一直在走高 但是我們也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我在副院長任內那時候 在管物價的時候 我們甚至於也要求駐外單位去查 光奶粉這一項 我們台灣跟他們的這個價差 有沒有這種情形 那麼所以呢 也在注意到就是說 像過去這段時間大概就是說 奶粉它這個進口價大概上升了10%左右 但是我們國內的售價 那大概上漲大概3% 大概相對來講 大概也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了 那在委員剛剛講的這個所有的措施裡面 我們大概還有一項措施 就讓它資訊透明化 是 電子發票 事實上那也是 也是那個財政部長部長那邊的一個工具 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奶粉相關的業者 因為奶粉不光是進口奶粉的那個業者 甚至還有其他的一些 這個周邊的加工等等這些 所有這些業者 我們基本上優先全面實施電子發票 那麼像這樣一個措施呢 我們是預計在這個月底 就應該可以上限 以這樣的資訊公開的方式 全民大家一起來 來監視這個事情 好院長 我想這個奶粉的價格 應用奶粉的價格 其實是最敏感的 也涉及到說 我們政府是不是這麼照顧 我們第一線這些新手爸媽 有體會到他們其實賺錢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想盡各種辦法 想要去調整 就是控制這樣的一個價格 所以我希望這個可以作為 您任內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也希望三位部長其實把這個 視為你們工作裡面很重要的目標好不好 我們努力來做 好來三位部長請回 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個圖表 我不曉得院長你有沒有關心過這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全省各地的生育補助 你看一下這樣的一個價格 我們從最高的發這個生育補助呢 目前第一名的是我們的苗栗 三萬四千元 那也有像屏東市是完全不發放的 那台北呢也有兩萬塊的 彰化也有三萬塊的 我們都是生活在同一個台灣 你從一個父母的角度來思考 我今天一個爸爸媽媽生了一個小朋友之後 我因為誕生在不同的縣市 我領到的生育補助 竟然可以差這麼多 但是養育一個孩子的成本 在台灣是不可能差這麼多的 在這樣子的一個政策底下 您認為對一個新手爸媽來講 公平嗎 他今天在屏東市 跟他是在苗栗跟他是在台北 跟他是在彰化 光是一個生育補助差這麼多 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 講不想怎樣說明可以進一步說明 我的資料顯示 這個 各個縣市 他們在這個生育方面 我們中央政府事實上有 國民年金有生育給付 勞保有生育給付 農保也有生育給付 這是中央的啦 然後我認為這個 落差之產生 事實上是各地方政府 他的加碼 他的津貼 而這一部分我想 某種角度我們大概尊重地方了 照我了解有些時候 他們地方政府是希望能夠 吸引別人到他那邊生育 然後等等 來提高他的整個的這個 這個生育率 從政府的角度好像 他可以去獎勵 他可以去加碼 但是你如果從一個家長的角度 事實上領到的金額差很多 接下來我要請你看一個圖表 這個圖表呢是 其實馬總統上任以來 他也一直很關心 這種0到2歲的 那他也希望可以去發放育兒津貼 這幾年他上任以來 其實透過行政院的推動 有一些進程有在做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去檢視的話 我們目前0到2歲的育兒津貼 並沒有全面發放 這個圖顯示出來的 我們發放的比例 現在是超過一半 但是將近49%沒有領到 0到2歲他的育兒津貼 他是完全沒有領到的 而這0到2歲沒有領到育兒津貼 多數又是什麼樣的家長 全職上班的家長 雙星喔 雙星上班的反而領不到喔 這個跟剛剛我們國發會的主委在說 我們將來這個因應人口勞動力下降 我們還鼓勵婦女可以其實重返職場 這個根本是背道而馳的 那這樣的一個政策底下 其實也是形成了一種不公平的現象 為什麼有人在家裡帶小孩 他可以領到2500塊的育兒津貼 那我辛辛苦苦去上班 去上班我反而領不到 因為政府規定我 我一定要把這個小朋友送給保姆 而這個保姆是有加入社區支持系統的保姆 他才可以領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全國領有這樣的保姆 證照的保姆才多少人 不到3萬人 所以為什麼這一些雙星的家長 他即使想要送給這個有證照的保姆 沒有那麼多人可以讓他送啊 但是你的政策是把他綁住的 說你要交給這個就是有證照的保姆 我才肯發給你這個津貼啊 保姆津貼啊 所以這樣的一個政策 其實是凸顯了一個 我們政策 這個是非常需要去修正的地方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我們想要大刀闊斧的 把他重新做一個整合 然後做一個改變 事實上 本期這邊可以提供你們一個意見參考 我們可以看到地方發放生育補助 政府進將加碼 那個要不要錢 要啊 但是發放育補津貼 通通推給中央 就是說反正這是中央的政策 所有的錢都由中央出 你們可不可以認真去思考 邀請地方政府大家來討論 如果我們今天要給家長一個穩定的 長期的經濟支持的話 我們應該追求的是 讓每一個在台灣出生的孩子 每一個新手爸媽 他兩歲以下 零到二歲都可以全面零到育兒津貼 這樣才是做到真正的公平 而你的錢從哪裡來 我們看到地方政府 這麼的慷慨 兩萬三萬的生育補助這樣一直發 可不可以邀請他們來 我們中央跟地方 大家一起來分擔這個錢嗎 我們想辦法把它做到 今天你在台灣 你不管你是在嘉義出生 你在台北出生 你在屏東出生 我保證每一個出生之後 零到二歲 每個月都可以零到這一筆津貼 我政府來幫你養小孩 我補充你 你的奶粉錢 你的尿布錢 這一點是不是可以去思考 怎麼樣政策可以把它整合之後 再重新落實 有沒有可能 跟委員報告 委員的建議 我覺得是可以 以中央的角度來講 是可以找地方政府來 討論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大家 一起來 補助所謂的育兒津貼 但是 陳如剛剛委員提到的 以中央的角度來講 目前是錢的問題 目前我們的限制育兒津貼 就是要 父母至少要一方在家 這個照顧小孩 那如果說把這個限制把它取消掉的話 我們估算大概至少要 每年要多編45億 那這個是目前我們 我覺得這就是要好好思考 院長已經聽到這個金額了 每年多編45億 就我知道去年我們的稅收蠻好的 多了一千多億 如果將來我們政府的目標是希望 如果說少子化是國安危機 我們希望用一個更高的高度來處理的話 如果我們可以幫助這些年輕的父母 讓他們願意多生小孩 45億 就整體國家的財政來講 它並不能算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所以這一個部分我希望 院長你今天已經聽到這些資訊了 是不是回去之後 我希望這個各部會也提供資訊給院長 大家好好思考 我們怎麼樣重新去整合 然後端出一個讓民眾其實更有感的 因為你現在做一半 還是有一半的人在埋怨你啊 我就是沒有領到啊 那我們常常說我們有啊 我們領到二次我們都有發育兒津貼啊 會有一半的人反對 你說沒有 我都沒有領到 所以我希望這件事情 回去之後你們可以重新再思考 那接下來我要談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除了津貼的問題之外 另外一個是我們現在 就是在這個脫嬰中心跟幼兒園的公司比例 它其實是比較嚴重失衡的 我們過去過於市場化 所以大概市立佔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公立的部分呢佔的比例很低 特別是你看到脫嬰中心的部分 將近90%都是私立的 那現在是新北市它開始慢慢去推 所以有一些公私協力的 脫嬰中心慢慢出來 那我希望這個部分是不是將來 如果我們希望可以提供家長 一個更友善的育兒環境的話 我們公私比 事實上這個公立的比 或是公私協力的比例 應該要再往上增加 這個可不可以做 跟委員報告 這個脫嬰中心的設立 主要是要靠地方 它涉及到地方政府 它的人事跟財政的相關問題 那當然我們可以協調地方 盡量來增加 不過曾如委員所瞭解的 目前大部分都是九成大概是私立的 那其他的其實都是所謂的公私協力的 這樣子的脫嬰中心 好 我希望這個部分也要努力 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的住宅政策 剛剛其實陳部長有說 我們現在在住宅政策的部分 針對育兒家庭 我們其實是有優先的設施 但是本期找到的資料到目前為止 其實是沒有看到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新加坡 韓國 日本 他們的原則非常的明確 其實就是讓有小孩的家庭可以優先 那甚至他還有保障名額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政府 幾大的這個住宅的措施裡面 其中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其中一個青年安心成家專案 我可以說這個部分 比較是你針對新婚家庭 想要去規劃的 給他們一些優惠的 但是你這個在103年已經停辦了 不做了 所以現在到底我們有哪一項 是剛剛陳部長提到的 我們有針對育兒家庭有優先 各位委員報告 剛才這個我再把它說明一下 就是按照我們整合住宅補貼資源的實施方案裡面 那如果 整合住宅補貼那個是針對中低收入的耶 不是 如果你一有未成年 指你三個人以上的話 可以加10分 那如果家庭成年人數 可以依照人數 可以加1到3分 我知道 你那個育兒的才加10分對不對 對 本身是中低收入的 他就加了50分 所以你的政策 根本不是為這些新婚家庭考慮的 這個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問題喔 所以我希望 我們在現行的住宅政策當中 你要他給非常清楚 我就是為了這些有小孩的家庭 我去設計的 事實上你的整合住宅補貼措施不是 你比較是為了中低 中低是你的首要目標 但我今天要講的是 是要為年輕的夫婦 他準備要生小孩 或已經生小孩的這些家庭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 有一個戰略性的思考 而且應該要給他們優先化 所以我具體的訴求就是 第一個 你應該是 要讓他有優先購買權或承租權 如果部長你也覺得這個是可以的 我希望這個要放在你的任何的政策當中 第二個 保障名額 這個是現在新北市已經在做了 就是說只要你 我設定的這些名額 當然只要你是新婚有小孩的家庭 我保障名額 你根本不用抽籤 你來的我就優先給你 第三個 他的房屋利率 可不可以比照公教人員的貸款 在目前我們現行所有的利率當中 就是公教人員的利率其實是最優惠的 即使你推出來的青年住宅 你後來你的那個利率整個調上來 都還不是最好的 現在我們中低收入的 大概一有三個子女以上的利率也是可以比較優惠 你說中低收入 我就說不要以中低收入為前提 所以您現在是希望從年輕人 只要他一有小孩就可以享受這樣的優惠 我們來研究看看 好 部長我希望你回去就是重新再演繹喔 那有關於少子化這個議題呢 最後我這邊要講的就是 我們現在政策思考 包括剛剛陳部長講出來都是說 三胎的我鼓勵 對不對 但是我希望兩位看清楚我們現在的現況 三胎的已經是在整體比例當中才幾趴 10趴 所以你今天希望說生兩胎的變成三胎 這叫做圓木求雨 這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希望院長跟部長做參考 是把一胎變成兩胎 一胎的現在有53% 而通常生一胎的他有意願生第二胎 他主要的考量是他覺得他的經濟的狀況 可能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認為我們的政策要改變 我們很多的政策我都翻過了 我們都是鼓勵三胎才給優惠 但是這個你看完這個圓秉圖 你就知道你在做一些浪費力氣的工作 你政策再怎麼定都沒有用 因為那已經違反現在這些年輕人生小孩的潮流 最多大概就是到二胎 我們可以鼓勵從一到二 因為他覺得一個小孩子沒有半 他再多生一個 他是有意願的 過去民間也做過調查是有意願的 但是你將來的政策你要怎麼樣 你要去思考我怎麼樣吃雞 從一胎變成兩胎 就是加碼優惠 我們剛剛前面看到像日本的做法 新加坡的做法 他們其實都考量到了 不同的胎數我給的 包括在補貼 包括在獎勵上面 我是有層次的 我覺得這一個部分 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那整體我覺得這個給這個新手父母一個更友善的環境 應該是行政院要去追求的目標 因為我們現在只看到說我們人力下降的恐慌 但是最大的源頭就是我們的出生率下降 那我們現在去年其實蠻好的 我們還有21萬 但是21萬是不是一個最好的數字 恐怕不是 因為如果根據國發會 他們的一個推估的話 我們希望達到替代率的話 我們其實要多少 要到36萬 就是新生人口就要到36萬 但是雖然我們沒有辦法達到那麼高 但是我認為人口政策匯報 還是要定出一個很具體的目標 我每一年我希望我的新生人數達到多少 到目前為止 我都沒有看到這個數字 我不曉得是呈現放棄的狀態呢 還是根本不敢定 因為他定了達不到 但是如果你可以有一個很具體的目標 我每一年 我希望至少是21萬、22萬、23萬 那個就是我的目標 那我就知道我以下的政策工具 我目標非常清楚 我要怎麼樣去達到這個目標 我希望這一個部分 將來在人口政策匯報 我認為半年開始真的是久了一點 那平常推動的力道是有點弱 這部分是不是院長 你認為將來這部分可以再去強化 我想要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在行政院裡面有關人口的討論 不見得都是非要到人口政策匯報上去討論 政策匯報是一個匯總的一個 通常是在過程當中我們有些專案在推動 但是我覺得各部會的力道都很弱 因為他們的事情太多了 最近事實上是經建會那邊做了一個統合 除了剛剛您叫上來的這三個部會以外 事實上中間還涉及到教育部、涼動部等等 那是一個整體的一個 真的是跨部會的一個方案 那個就不是在人口政策匯報上面在處理 人口政策匯報可能這些執行的整個方案都定案了 但是我希望平常的時候你要有一個主要推動的力道在啊 譬如說我們食安的問題 就是食安問題非常嚴重之後 後來成立了一個食安辦公室 那食安辦公室他就有力量有資源有人 他就開始去統整這些部會 然後開始推出他認為重要的政策 但是在我們的少子化這個議題上面 老實說我到目前為止我真的沒有看到 各部會我質詢的結果都是 他們把它當作其中的可能是百分之一的工作在做 那這件事情看不出來 有哪一個部會是非常主要的力道 強力的去推 如果我們覺得這是國安問題的話 我覺得我們要拿出的力道是 解決國安問題的力道來解決啊 我常常在民間接觸到一些團體 他說委員 我們這個政府不是常常說少子化是國安問題嗎 我說對啊 他說那為什麼國安問題 我們沒有比照國安問題的陣仗 然後認真的來回應跟處理這些問題呢 所以今天我質詢的重點就是要讓院長明白 事實上我覺得你也已經看到了 未來幾十年我們的人口的危機 那這個危機的處理 我們從現在開始處理還來得起啊 但是你力道要夠資源要夠 如果這個不夠的話 我覺得我們這幾年的出生率老實說 是有點碰運氣 碰運氣是什麼 我們外面我們有建國百年 我們有龍年 我們有2013鼓勵大家愛你一生 2014愛你一次 就是用這樣子不斷的 但是接下來如果沒有這些外在的環境加持之後 我很擔心 又再掉下 又掉到20萬以下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才想說 好再來加碼 我擔心會來不及 所以我希望我們現在有餘力的時候 我們現在形勢好的時候 有這樣的氛圍的時候 如果我們推出好的政策 讓人民有感 我相信這個小子化的這個危機 是可以緩解的 好不好 好 是 好 好 我們說 有兩個人 有兩個人 要是 你對 如新海 有兩個人 有你的 有那麼難 有兩個人 有兩個人 感谢观看